范瑋琪又摔傷了 她22日凌晨在網絡發文 表示在兒子菲菲小翔的玩具間 摔了一個大跤 還說還好黑人一把抓住 不然我可能又要破相了 並貼出膝蓋整個瘀血的照片 手肘上也有傷口 看起來觸目驚心 但還好不影響演出活動 她自己開玩笑說 明天鄭州演唱會的朋友 看到我的膝蓋麻煩笑小聲一點 美腿暫時得瘀血見人 她私下超迷糊 3年前在自己家半夜起來上廁所 竟然摔到左眉毛位置血流不止 兩次送醫共鋒了20多針 差點把老公黑人嚇死 此外她2006年摔下舞台膝蓋積水 4年前也曾經膝蓋挫傷 看來她的膝蓋還真是多災多難啊